但是耶誕節是我所有節日裡面最喜歡的節日 所以會很希望不管工作的在內還是在晚 至少能吃個耶誕大餐或者是什麼樣之類的 就是總之一定要讓我有過聖誕節的氣氛 我真的會為了聖誕節 特別可能去買一套套裝啊 或者是可能襪子是有聖誕節的那種雪花啊等等等等 然後就是小時候可能就是用一些簡單的配件 但是真的是開始長大之後就會開始希望是 像耳環項鍊這種東西是聖誕節然後點綴整身裝扮 我爸小時候也會扮聖誕耳朵 但我們都知道他是爸爸 但是就還是很沒快樂 就是還是很願意被騙這樣子 他搞不好蠻適合的喔 因為他就是近期的身材就是像是 懷孕八個月的狀態 永遠永遠最驚喜的聖誕禮物 都是我奶奶送我的聖誕花 其實也不是說驚喜 應該就是你也知道裡面就是那些東西 他家裡他就是送小朋友就是送糖果餅乾啊 然後一些就是哩哩扣扣小飾品 其實也不是我們真的會需要的東西 也不是我會吃的糖果 但是每年就還是一定要提醒 奶奶聖誕節要到了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溫馨的事情 然後我不想要哪一年突然沒收到 我心裡可能會很沮喪 所以這是我每年都還是最期待最期待的 誰是沒有想要的 我叫你會進來 我會進去錄個禮物 也不會再進去錄個禮物